Cast Off Cast Off Cast Off Change Beetle 哈囉大家好,我是薩克 是你們被遊戲耽誤的保險优劇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放縱人思路 OK 今天我們來打突襲OD-EX-8 基本上這罐打法跟普通難度一模一樣 只是被ban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導致這罐難度呢 對比普通難度還要難很多 沒有關係,基本上使用的幹員跟普通的難度一模一樣 就讓我們開始吧 那這一關有一個很強的醫療幹員大家可以用用看 那就是五星的醫療幹員雅葉 雅葉的二號技能在補血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對敵人造成範圍的魔法傷害 可以拿來青蟲子,還不錯 那你不知道雅葉是哪一隻的話 就是沃倫姆德那一隻五星的獎勵幹員 那一隻蠻冷門的,不過在這一關很強喔 OK,那我們開場使用桃盡量 我桃盡量是用二號技能,你要用一號技能也是可以 王大喵 拉狗 來咕咕 拉狗其實沈默的話,對這一關真的很厲害 非常非常厲害 這個沈默能力真的是強無敵阿,真的很猛 直接讓敵人沒有辦法分裂喔 很猛 有沒有 紅色蜘蛛不會裂開來喔 新 白媽 好,現在2號技能可以幫忙補血喔 白媽 還不錯 蜘蛛出現了 射擊 敵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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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打 撤退掉逃近呀 新雄 新雄的電風扇呢不會因為阻擋而降攻速喔 厲害 拉 好 撤退 少叔叔 這隻蜘蛛呢 我們不用蘇二姐去擋他 有特殊原因的 再來跟大家講解 把蛇姊放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中間這個被ban掉了 拉狗有高機率會漏怪 很危險 所以建議大家 蛇姊放在拉狗的屁股後面 敲起來 做一個輕蟲子的動作 好嗎這麼多蟲子怎樣 炸 多少隻就大家多少隻 按鎖 好 拉回來 拉 好 撤退掉按鎖 這邊呢擺一隻幹員 為什麼呢 因為拉狗有可能會漏 所以不要讓拉狗漏怪 這邊呢 呃 幹員如果血量見底的話 對 盡量就是 一半 低於一半以下的時候 記得開技能 撤一下 好 我遊戲聲音又突然沒有了 這是個小bug 大家稍微見諒一下 因為太lag了 有點lag了 蟲子太多隻了 OK 這邊呢開二倍速主要是 讓大家不會漏怪 如果漏怪的話 很麻煩 因為二倍速的話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蟲子的速度 非常的誇張 很恐怖 好 瞧起來 嗯 星雄一定要放在這邊 因為有的時候呢 因為增速的關係 有可能會漏怪 漏怪就得不偿失了 你會哭啊 暗鎖擺回來 暗鎖也是有攻擊力的 最後面呢 往只剩下一格二格一咪咪 對 其中炸彈 把它炸掉 OK 那這一關呢 就結束啦 基本上呢 建議大家這一關 如果你覺得會漏蟲子的話 就關回一倍速吧 因為二倍速其實速度有點太快了 那幹員會不會降攻速 可能會影響 可能會影響整體的增速 可能甚至就是 幹員的抬手速度會變得很慢 但是敵人一樣快 那就導致一件事情 就是會漏怪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OD-EX-8 突襲難度的打法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